我,今年33岁,就是别人眼中的大龄圣女,也是别人嘴里喜欢说来说去,的黄金圣斗士,虽然父母都一直在吹婚,可是,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爱情观点, 不想人云亦云,当然,前段时间的没有成功的婚事,让我一肚子委屈,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,如果遇到不靠谱的男人或者家庭,宁愿单身一辈子,半年前左右,老家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,估计上班的,今年36岁,说实话,一开始相亲的时候,我对她的印象很不好, 第一次相亲,两个人点了三个菜,其他什么都没有送,当时,爱于介绍任的情面,坚持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去了,后来亲戚跟我说,这个男人人品不错,虽然有点小气,但是为人老实,会过日子,还暗示我自己年龄也不小了,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, 后来,我们就相处了一段时间,其实,这个男人也还不错,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,恋爱期间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,一切都还算老实本分,当时都稳着结婚的目的去了,只是没有想到,我会遇上这么一个不讲道理的婆婆,让我一肚子委屈, 第一件事,认识的一个月后,男友喊我去她家吃饭,我想去就去吧,终归是要都了解和熟悉的,让我觉得惊讶的是,刚进她家门,她妈妈就笑着,跟我说小外啊,我把菜都洗好了,就是不知道你的口味如何,怕嫌恶大了的不好,就等着你来炒菜呢, 吃饭的时候,她妈妈说,你看,我儿子也不会做饭烧菜的,就像给他找一个要年下厨房的,这样才有家的感觉,说实话,当时心里很难受,感情,你是要找一个保姆啊,那天回家,越想越不是自外,第二件事,我们两家第一次聚餐的时候,本来是件开心的事情,后来吃饭的时候,谈到彩礼, 她妈妈的外风就变了,言下之意,大龄男女结婚,其实就是凑合过日子,不要太讲究彩礼,重要的是两个人以后的生活,后来就输给18888的彩礼,还特意对着我说小外啊,阿姨不是很懂现在的彩礼规矩,也知道你不挑彩礼啥的,你看你们都相处的不错,就一丝一丝,一下行了,听完话,我当场就要 发火,却被父母劝住了,第三件事,后来准备订婚的前几天,男友传话过来,说她妈妈提了婚后生活的几个条件,才能结婚,一,婚后女方要保持经济独立,工资容易生活开销,能帮工资来还帮大,二,婚后女方要做饭,他们家的规矩是男人不做饭,三,婚后女方至少要生一个孩子,最好是孙子才行, 听完男友的话,我就跟她说了一句,你回家娶你妈去吧,老娘不伺候了,拜拜,你说,我再是个大龄圣女,也不至于让人欺负到头上来了吧,太气人了,我是受不了这种委屈,我还是那句话,晚点遇见你没有关系,但愿余生都是你,遇到不合适的人,不科普的家庭,我宁愿单身一辈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